今年職案扎根活動 將於111年上學期 分別在桃園市 置評高中國中部 大西國中 龍潭國中 及桃園國中辦理 利用同學在週三下午的 連課學習時間 以職業安全扎根校園為主軸 打破以往教學的面向 以活潑有趣的方式 吸引學生注意 桃園市政府推動職業安全 文化 工作 不予餘利 勞動局也以多元的方式來推動 除了跟企業 學校 大專業校 有簽訂合作備忘錄 來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工作以外 特別也選定了國高中校 來進行職業安全衛生的宣導活動 去年開始辦理這個項目的活動 讓高中 國中的學生 有機會及早接觸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這四場的校園活動結合現場體驗 透過專業講師的解說 與專業人員的實際操作 讓防範執災能夠遇教於樂 提升自我防護意識 未來學生就業或假日打工 都能遠離職場危害 有關 cómo學生去年是 throne 去年是職業職業遺 querer 是一個幸福的城市 桃園市老檢處持續推動 職業安全的各項工作 不只在職場建立安全衛生環境 也要強化學生職業安全衛生意識 達到全民公安的目標 記者林佳進採訪報導